雷姆饿了 哎呀好 我是金阳 昨天我们雷姆生了 生了一共是七只 大家都在 一直都在 问啊 有没有惊喜 后来他也没再生 已经不错了 他现在已经给你生七只 已经超出我的预料了 也是一种大大的惊喜了 为啥呀 他里边七条 七条 有六条公 一只母 没有生这么多公 再一个就是我们头一 他生七只 那也是大惊喜 已经相当不错了 你看这家 让咱家很感到意外 每一只个都还那么大 你看这个小狗个头大 再加上他头一台生的时候 这个叫法的尽头 枝花乱叫的 比那个艾米那时候 冻点还大 一会挨个儿的去看看他们啊 事隔 就这 不到一天嘛 看那小模样 有没有变化 那体型 让你们再看看 那你小狗不拿了 吃干净啊 剩三粒狗粮 不是他直接看我手里边 我没拿小狗 这个假的 人家第一胎 这母性这么好 别踩着孩子了后边啊 你往这儿躺 你躺到这儿 先吃点 行不行 咱不动了啊 学着吃点 哎呦 还让咱们大家意外的是啥呀 家伙们 哎呀 还有红虎皮 啊 竟然出现了红虎皮 这繁组现象特别重 先自己找找 先自己找找 有些人都在说 啊 我很纳闷 这红虎皮怎么来的 你问问我也不知道 他两个黑色的 对到一起 他生出来就有这个颜色 你说他是怎么回事 这个黄虎皮 不打吃这个黄的 你说他俩如果要有虎皮基因的话 也就是黑客 黑客是虎妞生出来的 他是黑虎皮的 你看这颜色都有点虎皮味 遗传他奶奶了这是 遗传了奶奶味 哎今天一放上就能吃了 人家昨天 那个晚上的时候也可以吃 两个小狗拉了 有纸媒 拿起来让雷虎清 要不 蹭上了吗 没有没有 哈哈哈吃的吃的吃的 这屎 哎他自己能清吗 你看他能文件 你别动别动别动 在这 哪这哪这 这是底下的 嗯 哎哎 我问一下吧 哈哈哈 那样 我问一下 闲记的那样 哈哈哈哈 那有吗 还是打呀 是 哎呦 打嗝了 这生产第二天 这胃口还算是不错的 还不错 但是这吃完了之后 看这肚子 你要是感觉的话 这里边还得有好几条 你看他这 大铁鸽子 你看见没 不用说这奶水也不错 你看这小狗 不吃的 不咋吃 来再挤一下 咬 嗯 刺出来了 还可以 还可以 有水那就行 嗯 灰头 灰头再吃那个怎么没水 刚吃完吗 有水你没记好 那个水不多 是不是刚吃完了他妈 还没打针呢 那你配药去吧 我去去 去拿药 打小药 两次啊 别动啊 哎呀 这帮小狗活力很壮价呢 几乎不用管 咱们家雷姆也是体量 咱们尽养啊 说是全身那么多生宝宝的 我得少生几只 然后我得自己都能顾过来 哎 别动啊 你哪那么不筋疼呢 这么大起格子 你哪那么不筋疼呢 我得少生几只 小狗放胆了后边走 别动 可吓的 这还没怎么上呢 那不能咬 你要咬我真管我打你啊 行不行你可小心点 他万一咬你呢 哎呀 生狗那个那么大肚 你都没咬我 这个能咬我 这慢点 是不是 哎 慢一点就行了 是不是雷姆 雷姆最听话 哎 干嘛那眼神 哈哈 兄弟 对你慢慢趴着趴着 趴着 趴着别动 趴着别动啊 别动别动 哎 完了 好样的 哈哈哈 这家 大哥真跟红小孩似的 雷姆生的 我很让我意外 啊 两只黑黑狗 搭配出来的时候 有虎皮的 很意外 就是七只里边有六条公 很意外 每一只 个体都是那么大 你看生下来的时候 就一个手 手掌那么大 还有最意外的就是雷姆 第一次生狗 第一次当妈 还带这么好 很意外 这母亲太好了 所以说咱家雷姆 为金羊全社带来了很多意外 意想不到的惊喜 意外 就是意外 看雷姆的这个毛发 再看小狗的毛发 油光正亮的 等这几只小家伙 长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 那家伙来吧 整个全社都是老虎了 哈哈哈哈 红虎鼻就特别特别偏似于那个老虎的颜色 红虎鼻这个虎鼻也是差不多 这个黄的啊 帮我这几个红的 你们看仔细 这就是白天的颜色啊 家伙们看见没 白天的颜色 看见没 虽然说有補光灯 但是能看得清啊 能看清 嗯 漂亮